4月21日,重庆市墨州南京中学袁龙堡中学,在一次搞3LDQUO,二诊2DQUO,摩考后,将历年级前,20名学生,每人5斤猪肉,贴助LDQUO, 分箱成功2DQUO,字样的猪肉,作为考试排名年级,前,20名学生的奖励,不少网友表示,这份奖励很实在,据上述学校相关人员介绍,以前奖励学生,都是钢笔或者现金,这一次学校,想尝试一种的新的奖励方式,就给每名学生奖励一块猪肉,让学生拿回家跟父母分享,一起做饭,感恩父母, 20份猪肉摆放在地上,每一份猪肉,上都贴这柱红色的纸条,上面用黑笔写助LDQUO,分享成功RDQUO的字样,对于学校奖励LDQUO,猪肉LDQUO,一试,不少网友表示,这份奖励好实在,很有创意, 让学生多吃点,补身体,争取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